世界经济论坛成立五十多年来 TPBS成为首度获邀的台湾媒体 而我们的记者也在现场为您聚焦 这次论坛重点现场交给乐婷婷 好 所有各位观众 乌克兰总统泽文斯基在瑞士的时间 早上的十一点半 也就是台北时间的 傍晚五点半发表了 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专题演说 可以看到呢 世界经济论坛给他非常的大的空间 还有时间让他可以发表这个讲话 而且呢 同一时间是没有其他的会议同步进行的 所以等于说呢 所有的与会者 全部都是在听德伦斯基的演说 那今天呢 德伦斯基也知道说 这个世界经济论坛都是汇集了 全球不管是政界或是商界的经人士 所以呢 他自然要借这个机会来对他们的喊话 而且最重要的呼吁 就是呼吁他们要对于俄罗斯 采取最大限度的制裁 这个话说的非常的重 另外呢 他也非常的直接抨击了 过去啊 不管是欧洲或是美国等国家呢 都没有在2014年 当时俄罗斯 入侵和里米亚的事件 有做出任何的表态 等于说呢 这个也间接造成了八年后 现在战争的发起 也就是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 而且呢 在这个重要的时间点 因为呢 明天就是俄乌战争开战的三个月 所以可以看到大家都知道 泽洛斯基非常的会讲话 他呢 在他的演说当中 其实之后的规环节 也特别提及了 他现在每一天早上 都必须接获在乌克兰境内 到底有多少乌克兰人 因为战争而战死的相关情报 所以他也呼吁 全球要继续关注乌克兰 而且也呼吁这些政商界领袖 希望他们可以想办法 透过不管是长期援助 或是经营的方式 协助乌克兰重建 他这个半小时的演说 也引起现场超过一分钟的掌声 来看一小报道 俄乌战争5月24号将满三个月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周一获邀 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视讯演说 光是荧幕现身 现场便掌声如雷 面对政商界精英 泽伦斯基把焦点 关注在制裁俄罗斯的力道上 呼吁要在能源石油金融制裁俄方 也是向其他可能的侵略者 警示侵略后果 认为应该要制定预防性的安全架构 泽伦斯基现场呼吁 期待各界协助乌克兰重建 更引述二战后的欧洲复兴计划 泽伦斯基演说十七分钟 结束后场内其力鼓掌将近一分钟 而为了听泽伦斯基发表谈话 不少迂回者半小时以前就入座 自然物战争开始 泽伦斯基在多场合演说 呼吁国际支持 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也给他最大的空间和时间 演说时没有安排其他的同步会议 借此展现对于乌克兰的关切和支持 T1月新闻 李明辉刘婷婷发自瑞士达沃斯的采访报道 乌克兰主题馆正式对外开放 这也是唯一一个采取最高安检规格的主题馆 所有电子用品都要拿出来检查 乌克兰主题馆里是挤满了人 我们注意到现场工作人员 大部分都是娘子君 有年长的也有只有20岁出头的 那么这个特点也跟乌克兰战争有关 因为开战后成年男性都无法出国 因此海外活动都是乌克兰妇女可以贡献的 那么乌克兰主题馆的串联主题是勇敢 他们感谢总统泽伦斯基的勇敢 也感谢所有在前线的乌克兰人的勇敢 默埃一分钟他们也演唱乌克兰国歌 接下来每天研讨会都会有讨论 关于乌克兰安全制裁 数位国防人道援助 以及相关的重建 TVBS新闻崔仲群 尼佳辉在瑞士达沃斯的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